哈 周竹的瑜這個題目呢 我當初是寫30行的段式 那我在寫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應該是要有更大篇幅的發展 所以我就想著想著覺得應該 至少要60行 不然就70行 然後再想著想著他竟然就變成 2000行的敘事嘗試 於是我就把這個計畫 投到台北文學年金 然後很幸運的這次 入圍了台北文學年金 然後我就可以再繼續 把它好好的完成 那我寫這個題目呢我是期許 自己把它寫好一點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 知道這個故事的存在 另外呢我在寫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故事的背景 他的歷史的資料 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這個作品完成之後 可以鼓勵相關的研究者 他會 對這個題目有興趣而進行相關的研究 我覺得對後人的啟發 會很大很大 這陣子我們已經開始 在報紙或是刊物上面看到 很大量的跟疫情有關的 文學作品 那 我覺得作家們就是利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陪伴大家度過這一段 很特別的時光 那我自己也有試著寫一些 跟疫情相關的作品 不過目前覺得好像需要再消化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來得太快了 因為孩子就突然停課了 然後我們必須24小時都跟他們綁在一起 然後 我目前的做法是 我有拍大量的照片 然後錄音錄影 留下很多這方面的紀錄 然後我覺得在未來 再回頭看這些紀錄的時候 我再把它寫成作品 應該會有更好的發揮